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看这个面相跟手相的一些小知识 结合在一起看 我们看这个鹅像 这个鹅头是不多见的 饱满明亮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这种鹅头 这种鹅像的人一般来讲 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呢 它的特点就是饱满明亮 没有疤痕,宽大 早年的运势会非常好 而且早年的学业 是基本上不用操心的 假如你家有个小孩 是这种鹅头 就算不是天才草原 起码在学业上也是不用操心的 这个是鹅头 面相当中的鹅头 我们看这个 这个手相来看 生命线 看见没有 有完整的围绕大鱼记 也就是说它生命线 像一条笨疼的河流一样 蜿蜒而下 身体非常健康 精神状态也是很好 也非常利于事业的发展 事业线也是清晰 比较直 尤其是早年的运势比较平稳 加上呢 本身呢 自己也是要强 做事干脆利路 都是非常有利于这个事业的发展 情感上呢 这个双手啊 这个婚姻线 主纹路啊 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条 婚姻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呢 多注意在婚姻当中 不要太强势 多沟通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和面相的一些小知识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